开雪即将迈入第三周 肠病毒案例频传 其实预防肠病毒要从根本做起 除了保持个人的良好卫生 也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还要维护环境周围的卫生 做好消毒清洁工作 才能够保护好孩子还有自己 为福部桃园医院感染科医师林怡君 也特别上北桃园节目 要来跟大家分享 常见的病毒以及预防的方法 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锁定本周六晚上六点第四频道 对家长来说 开雪最害怕的就是肠病毒的攻击了 让孩子生病 确实开雪到现在准备迈入第三个礼拜 已经有孩童出现肠病毒的案例 让家长们人心惶惶 感染科医师林怡君就表示 基本上肠病毒的感染 只要立即就医寻求医师的协助 还是很快就能痊愈 但如果是肠病毒EV71型的感染 可能会并发重症 所以基本的卫生习惯一定要做好 请洗手也是必须要做的才能预防 肠病毒的种类非常的多 当然它从轻症到重症都有 那肠病毒的重症呢 比较常见的就是肠病毒71型 那71型我们大概它的症状也很好的去 很容易去区别 那它就是俗贞的手足口病 那就是在它的手掌跟它的脚掌 都可能会看到水泡 那在嘴巴的部分呢 也有一些水泡还有溃疡的部分 那肠病毒71型就是这一类型的病毒呢 它比较容易说有一些小朋友可能高烧不退 然后跑到中枢神经的部分 那可能它就比较容易有重症的一个情形 炎热的天气除了肠病毒外 就属登革热最让人担忧了 今年台湾也出现多件本土登革热的案例 一时01G就提醒 民众要切记做好访问措施 积水容器一定要清理 才能杜绝病眉纹的支撑 登革热它主要的传播的媒介 就是有这个埃及斑纹跟白线斑纹 那为什么大家就会觉得说 常常好像听到南部 常常听到这个登革热的部分 那北部比较少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回归线以北的话 其实埃及斑纹的数量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是白线斑纹 那白线斑纹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在户外居多 那可是埃及斑纹的话 它就在户内居多 那它一般来讲 它是要叮咬到这个有被感染的患者 它才会造成进一步的传播 不只肠病毒登革热 病毒细菌白白重 良好的卫生习惯 以及勤洗手的习惯一定要维持 才能有效杜绝疾病上升 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锁定本周六买上6点 第10频道 桃区东予飞桃园采访报导